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严重的扭曲了我们民主选举制度的公平 而且也让我们的这个司法的公信力严重的受损 也严重的让我们的台湾的选举那么受到了这个伤害 那么近人皆知我们收到这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据 那么证明我们的中选会我们的台北市选委会 有太多违法的这个缺失 那么犯了太多的选举中的错误 造成在选举中有十多万人一边看着手机 看着开票结果一边在投票 那如果像这样子荒谬的选举 还能够被这个认证 被法院认证这是有效的这个选举的话 那我相信那我们司法来矫正我们的选务机关 这个选举无效的这样子法律的这个制度 可以说完全的这个毁气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